大家好,歡迎收聽這個網向快報 今天六節目日子是2020年5月23日 這條樣子是新西蘭,記得台樣 還有社長Ray 文汪 大家好 澳洲的真BZ 你好,大家好,嘗試真BZ 馬來西亞的馬來勁 為各位網友好 還有在加拿大的加燦盛 當然各位網友好 排教節目之前,剛聽給個讚可以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旁邊的鐘仔 有新節目通知你 繼續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和宣揚理性的聲音 今節又說了一件複音 一件好東西 有複料 有複料 哎呀,真沒什麼 什麼事呢 聽說 英國下議院 會在9月11日 二讀法案建議 BNO港人獲得居英權 BNO港人獲得居英國旗 每天坐在英國大使館門口 大家記得去年 那班人就開心到爆了 直接不用說了 這樣啊 很好嗎 本來這本是恆黑症 來的 恆黑症 這班黑衣 是嗎 可以 我看 如果公投的話 我一定會回頭 你說多少萬磅 我都投 除非你給我錢 如果你每人派20萬磅 那我就投yes 我就不投反對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呢 有一條傻人 以前花膠台 他就說這次就是最後一戰了 除了長期抗爭之外 大家有沒有想過什麼後路呢 其實他就說 這陣子我跟其他兄弟談過一下 結果真的沒有辦法逆轉 可能要嘗試一下 跟西方國家交易一下 看看會不會讓我們做難民 大規模地做難民 例如去英國申請英國政府作為中英聯合聲明一部分 沒有落實 要求他們收回九七年前在香港出生全部人 包括我小弟 現在看來 EVEN 這些就是講英文 EVEN 訂我們一個 他一個 一百幾十萬 訂我們一百幾十萬個 黑衣 不是 我說的 我有一本恆黑症 這本恆黑症的BNO 就去一些英屬的小島 英屬的小島由零開始 重建香港 好過留在這個鬼地方 看看 怎樣跟歐美交易 我想他們會接收我們 我們都可以帶我們資產去的 我們有技術 有知識 有文化 之後 帶我們資產 我的意思不單是移民 我們是集體撤離 就是好像這個DONKER 中文叫什麼 就是 扣扣 就是 重建我們這個偉大的家園 我相信大家 當我們家裡 除了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人之外 大家都當身邊的香港人是一個族群 如果單單是移民 那大家就好像離開了自己族群那麼慘 七二離之散 四散於世界各地 每一個角落 所以我們這個族群就會慢慢消失 不如這樣吧 我們就去一個英屬的小島上 建立我們新的國家 我們故土 重建香港 好過 那些人 去跟台灣 跟英國 始終都跟台灣好些 或者看看有沒有人給我們一些什麼 難民之一 請接收我們吧 哈哈哈哈 那他下面有沒有這個 出了個娛樂神獎 說我們現在眾籌 在外面打國際線幫大家爭取 這條L樣子 以前在花蜜台做的靈異節目 我都是傻傻的 真的很不幸地 以前我有他真人Facebook 很久沒見過他 因為我真的在Facebook 都八九幾年沒用過 其實我以前認識很多這些L樣子 那他一向都是傻傻的 因為他經常想起靈異的東西 我記得他不單止說過這些 他好像是外星人接收香港人 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麼傻傻 所以 有本《恆黑症》 就是這本《恆黑症》 其實是《恆黑症》 其實都可能 someday 都可能接收了你的 麻煩你放下20萬塊錢給我們 我們先 作為一個有 一本完整英國《恆黑症》的人 我們一個個說不 還有我的親戚 他說 嗯 那他這樣說 他說脫了歐 那不就很少 東歐的人來做什麼 脫了歐呢 其實 缺乏移民 一向都是對英國來說 一個大問題 你想問 天使補償 是啊 都可以 拿一份BNO去到那邊做天使呢 我覺得 應該比香港多賺少少的 比一流一 是 是 不知道 是 現在這樣的時勢 英國賺錢都很難 說真的 現在賺10磅錢都不容易 如果再直接說這幫腹肌 有資產嗎 據我所知 這位什麼什麼關 這位 這位仁兄 都是那些 MMO人士 就算是被你移民 他們的門檻一定是很高的 你沒有回那一段時間的資產 他真是採你生芒果 他認識了網台 講靈異故事 講UFO 研究神秘博物 有些這樣的傻子 我真的不認識他 很不幸地 我舊的Facebook 是很多這些人 其實這些上電視 鼎鼎大名的 那我都認識不少 大鑊 真是 其實我講一下 這樣的時勢 開了外頭就是Boris Johnson 其實他說 可能說他有機會 還有一條腹肌 就叫Chris Pratton 就是這個彭廷康 你覺得他虛不虛偽 他絕對是 他在這個什麼時候 他又不說 他當年做廣督的時候 就不搞任何事情 下來之後搞三、搞四 還去上議院那裡搞 不過搞不起 搞不起 在上議院都 看來他的政治能量都是有限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在上議院做過樣子 應該說是通過了suggest 那些事情 據我記憶是 是通過了sug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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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BNO 香港持口人 享有居英權 和當地的工作權 同時 重新啟動這個BNO申請 至於這個香港法院 香港法案 將會於9月11日 在下議院再來一次移讀的 嘩 這個日子有些 有些原跡 特別啊 為什麼呢 9月11日 9月11日 是不是香港選舉的日子來的 還是過了 看一看 先 香港選舉的日子 投票日期是9月6日的 嘩 等到11日 看看那個選舉情況如何 如果那個選舉情況 完全是一面倒 被這班 拿到35加 的時候呢 如果被這班泛民 真的拿到35加的話 在這個時候 就會出了這個BNO 通過 這樣就踩到一腳 是不是這樣呢 還是不通過啊 不通過 我覺得是不通過 因為他覺得 現在你有希望了 不需要我們啦 應該不通過是正確的 我想 不通過是正確的 沒有事情發生 如果這樣 現在你們贏了 那我們就不需要 支持你們了 因為你們已經有很偉大的地方 我想而已 但是 不知道啦 就是不知道幾多個家好 但是 我覺得就算什麼結果 他都是不給你的 不是那麼幼稚 是嗎 說真的 我自己 看來都留著英國血統 我都知道 有時候英國人都很 搞什麼的 都很搞什麼的 現實啦 我給你的話 我有什麼好處先 好處就是 有一些新的人力資源 做什麼 去英國 可以填上一些 低下階層的工作 是不是這樣 那邊經濟都差了 因為病情的關係 但是 其實暫時不需要那麼多人力 經常都說 打開他 Boris Johnson 打開他 但是 不知道 他是說笑還是說真的 但是 現在是比較差的 因為 脫鉤已經是 五六七雙 之後又搞 現在十九 之後蘇格蘭 不知道十九平靜之後 蘇格蘭又搞不搞事情 就是北愛 都好 其實 越來越小 那些面積 我想一下 其實 曾經偉大帝國 現在縮起來 變回 好像 更小 過我們一個州 當然 以前我們這裡 都是 都是它 一個 統治的地方 其實我們 我們這裡六六個人 都是 都是住在 前陰的殖民地 你們就很棒 我和馬來近習沒有這本護照 我又有一個護照 其實 你們也可以申請我 我跟他一樣 申請過 我沒有申請很久了 已經是十幾年沒有捉領了 加塞應該沒有 是不是 沒有 不見了 就是 記憶中是沒有了 要這樣說 我也覺得很麻煩 那時候我自己就拿著兩本 一直都用開 特區政府 那本的 BNO那本 經常都不用 有它過了一期 過了一期之後 我又沒有作用 不知道那本已經 不知被丟在哪裏 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不知你要出生子就可以 是嗎 出生子 沒有想過要去促 那促來做什麼 特區證 特區那本都是這樣用的 又是這樣丟在印 資料更齊 是不是 樓西納照也夠 是啊 是 除了 其實如果你拿BNO 之前就去歐盟方便些 說真的 那些人拿BNO 現在脫了歐 其實基本上沒有用 那我自己手上 都有一半 沒有續很久了 什麼時候過期 讓我看看 99年過期 我到現在都沒有續過 哇 這麼久 整十年了 二十年了 99年 已經是二十一年了 二十一年了 都不會續它 不過就是 特區護照 我也是拿特區護照的 因為特區護照比較方便 就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經常去 中國內地 其實都是用特區護照 加這個回鄉證 比較方便 那當然 有些人會說我 你這個假男真王 叛國罪 這樣 很可憐 可憐 我猜護照都是藍色的 我本會是藍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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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試過 在西方的電台上 唱衰自己的祖國 這些這麼偉大的事 我是做不出的 不過其實你們那本護照都挺漂亮的 其實在紐西蘭護照 黑色的 有什麼用的 漂亮 你帶個公仔 你去中國都要什麼的 你去中國都是要簽證 簽證嘛 是咯 就好像我這樣 去中國就簽證 真慘到 真慘到 簽證很麻煩的 要申請 現在可以申請六卡納子 現在中國多了一個新部門 叫移民局 之前沒有的 這個部門應該是有了兩年左右 是嗎 是有的 以前沒有人移民去中國的 現在開始有 是呀 是呀 那就回去吧 我也很想 是呀 人生路不熟 不懂得看 你生活過 不怕的 現在比以前更方便 是嗎 很方便 很方便 即是你叫我 那些 現在不懂路 又整個鄉下仔 我拿著APP就懂路了 對呀 現在做APP就會核空的 哈哈 我沒有了 沒有你們 如何є繞 又有日本 又日本 XXX 沒有 還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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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樣的新聞 obno合臨已經開心 什麼意思arlas 快已毒了 快已殃盡 即使得akhd 就立即穿包袱走人那麽製 我其實覺得很有趣的 英國一來經濟真的一般 二來就已經脫了歐 也就是說 英文也懂得說什麼 去歐洲就不方便 三來你們這些傢伙英文都不說 28個字母他們說 28個字母都數不完 是不是? 人家蘇格蘭佬 上到倫敦都被歧視 何況你們那群港人不是全部 香港文明是屬於他們 不過來講 給個希望也好 其實我們都講過個中原機 就是這個選舉之後 肯定是玩玩下東西 如果 即是scenario 如果 如果犯暴大勝說你們已經有了你們要的結果 那就不用通過了 如果不是他們的大勝 就說 哎呀 已死了 已死了 那就麻煩你籌一下款 或者來多些旅遊 花多些錢 那就給你多些機會 又給他假希望 給了這麼多年了 犯暴大勝之後再給BNO 那是不是可以再踩多腳呢? 這個能力更加厲害 就踩在特區 不單止踩在特區的了 就是說 你們再放手思維 我是罵你 就是你玩盡一點 不用怕的 所以現在他專門9月11號才二讀 其實他就給了一個幻想 我覺得了 英國人很奸 他就給了一個幻想的黑暴友 你們衝吧 不怕的 然後到9月11號的時候 就會說對不起 不行啊 不行啊 哈哈哈哈 真是複雞 為什麼二讀要隔這麼久呢? 搞錯啊 你正常來說 都不會隔三個月才二讀 你想一下 對嗎? 你專門的 選舉完後 就是等你選舉之前 或者選舉附近的時間 等你們失望 跟著都是 沒有得去英國養老 又要徹底出賣這幫黑暴友 我認為 而他們現在 誰都贏了 老實說 誰都贏了 如果這幫黑暴友輸了 就不給你了 到時候又不會得罪中國 嗯 是啊 拿不到良文證 是啊 我沒有的 不用良文證 有BNO的人 就可以飛過去做工作 哦是呀 不用拿的了 那些就 他專門的 他就是專門 為什麼要給這個 BNO的人 有居英權 現在說這件事 其實就是 等你們這幫傻子去衝 衝完之後 衝完之後 跟著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二讀通過不了 應該是這樣 哈哈哈哈 照道理 沒理由會過得到的 我覺得 你以英國人的那種性格 沒得到的 沒可能覺得到的 就是 如果要給你們 是啊 要給你們去英國 一早就給了 要不現在搞到現在這樣 其實 就是其實 他們不斷給一些假希望 就是不斷在那裡搞中國 其實 就是那個做法就是 其實要 他想要的人才 一早都拿走了 就是這個英國 他想要那些有錢人 全部都有英國護照的 是啊 就是我不要說這些 沒錯 以前有一幫 就是你做官做得高的 是自動給英國居留他的 在政治部做事的人 全部都有 以前在香港 還有一幫圍頭人 圍頭佬 我知道很多人 都真是有一本 正中英國護照 我有朋友 都是一些 在外國出生的圍頭佬 他說 他老爸很容易拿 以前那些村的那些人 但是市區那些人 很難一點 很好笑 他主要有錢 應該是 他們有財 讓你的勢力 實實給他們 是啊 那當然 其實圍村人 有很多都是緊跟祖國的步伐的 就是我自己認識的那些圍村人 還有那些親戚 基本上就是 就是 一定是回左派學校的 就算幾不方便都可以交通 都是會回鄉島 那些中學的 為什麼呢 就是 就是要緊跟祖國 因為知道 英國佬在那裡 是一個租約來的 其實那些圍頭佬是最清楚的 有一部份 不是全部 有一部份圍頭佬很清楚 英國人 在香港 只不過是暫時 借著那個地方來用的 到最後始終都會是 都是阿爺話事 所以是一早就 其實那個政治取大很早就 就是 很早是親中 是比 是比很多現在所謂的親中的人 更加根證苗紅 嗯 那個現實是這樣 那這次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那我們到9月11號再恥笑一下那幫黑衣 好嗎 恭喜一下 紅黑鎮 應該是9月12號 就是在這裡的時間 香港時間9月12號 笑一下他們 其實他們肯定是過不了的 就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沒有可能過得到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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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